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机构数据分析显示 今年的凶杀案受害者大多是19至29岁之间的男性 枪支是其中最常用的凶器 大部分案件发生在洛杉矶市中部和南部地区 洛杉矶市长巴斯办公室表示 他的社区安全部门正致力于通过与社区团体和组织合作 以及投资更多干预策略来预防暴力事件 洛杉矶警察局局长Dominion说称 自三月中旬以来 凶杀率已从上涨30%下降到9.5%左右 记录在案的凶杀案有81起 而2023年同期为74起 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3月31日 2024年第一季度的机场安检站拦截了1530枪支 这一总数相当于TSA检查站每天平均发现16.5支枪支 与2023年同期相当 当时TSA在机场安检检查站拦截了1580枪支 平均每天发现16.8支枪支 而被发现的枪支超过93%的都装有子弹 TSA管理局局长建议 携带枪支旅行是被允许的 但是必须将其可善放到托运行李 并在柜台向航空公司申报